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睡不着起不来 这什么变体啊 都得视情况而定啊 没错 是晚上睡不着更痛苦 还是早上起不来更痛苦 而且不是双方自说自话 没有评判标准了 天哪 已经四十八个小时没睡觉了 好想睡一觉啊 回答对方便有的问题 哪个更痛苦不好比 我们不妨就比较一下 哪个更不痛苦 那么另一个不就是 更痛苦了吗 那请对方便有指教详情 早上起不来 你还有闹钟和迟到的恐惧 督促你起床 但晚上睡不着 是真的没有办法 不仅现在睡不着 而且早上还要担心 起不来的情况 你看 双倍痛苦 比起早上闹 零电话 迟到 恐惧三连刷来说 还没那么痛苦 起不来不痛苦 你都没起来还睡着呢 你痛苦什么呀 当然还是清醒的人 更痛苦的 恭喜二三五辩论队 赢得本场比赛 恭喜凡方 东才大辩论队 赢得本场比赛 我们的下一个队是 脖阳学院 江湖人称浪里飘 擅长交织性理论 因为他们的理论 看起来很简单 实际上呢 实际上点 线 面 连成一片 直接把你拍摄在沙滩上 现在比赛的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上 别动 恭喜二三五辩论队赢得本场比赛 让我们恭喜他们 谢谢 看 所以最典型的就是电车难题 死一个就一群 对不对 不一定啊 我觉得 现在主要核心讨论的观点是 民主制度 像西方那种一人一票式的民主 往往会造成多数人的暴力 你能说这种暴力也是正义的吗 那要看你怎么去定义正义了 如果是从物件天子的角度来看 它就是正义呢 请问对方便有 如果多数人的暴力 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延续 那难道不是正义的吗 您的意思是 对个体的不义 可以成就群体的正义吗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认为正义是随时代而变化的 弄同一时期的正义 有明确的定义吗 如果有 您方不是自相矛盾吗 如果没有 那正义何以成为正义呢 电提示校园暴力该不该重判 我觉得应该 现在有多少孩子 受校园暴力的影响 可这样 不就违背了法律的理性吗 法律是不断完善的 如果主张重判的话 意思就是现在太轻了 不够理性 有道理 其实啊 这一点双方很容易打上共识 但问题是 重判的结果是否恰当 校园暴力案件不断增加 重判能够起到示范意义 不是吗 取所谓示范意义 而设法律公平公正是应该的吗 法律本身就允许讲社会价值 考虑尽量性范畴 对方便有对法律的公正性理解偏颇了吧 校园暴力普遍发生在未成年人身上 激情暴力占据多数 示范作用本来就弱于成年人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青少年心智成熟的年纪也不断提前 如果激情暴力 在青少年性格养成的时候 变成了习惯性暴力 甚至暴力价值观 轻派校园暴力则一害无穷 恭喜二三五辩论队赢得本场比赛 本次获胜方式 二三五队 恭喜他们进入思想 对 走吧 我们的比赛也要开始了 到此为止 论证完毕 你们有很多的弊端 也有很多的不完美 但是它保证了 在网络讨论中的最终目的 这一目的也只有在网络讨论中 才能真正意义地实现 看样子很快就可以出结果了 没有想到 我们比他们还先进决赛 这就是差距 没事 让他们比完赛 好好买他买他买他 别急 说不定他们进不着四强 别别别 实名看上去很美很文明 但是他达不到这一目的 不及格 所以力大于弊 谢谢 现在我来宣布本场的结果 获胜的是 正方东州财经大学 谢谢 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呢 没事 就自己有点心心 今天的比赛到此结束 进入半决赛队伍 下午来抽取下一场的题目和齿房 大家最近都很辛苦 但是我们就胜两场比赛了 这时间实在是挨得太紧了 放心吧 老板 我们这点备赛的意识还是有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半决赛的变题 接受现实和改变现实 哪个更需要勇气 接受现实 为什么 因为如果让我现在马上接受 咱们都要打的这个变题 就很需要勇气 我觉得接受我们是被动的一方 更需要勇气 我们的吃方式接受现实 更需要勇气 完蛋 难搞 不过再难搞也得搞 所以我们更加要好好 开始准备变题了 希望不要再有 账满的事情发生 好位好位 一定好位 来 我跟你们说 你们知道我们下一场对手 是谁吗 男气球 那你们知道 他们的领队是谁吗 对 我说小萨这几天 怎么这么魂不守舍的 还总玩失踪 看来是找妹子去了 这长什么样啊 对 反正被小萨 我觉得委屈了 高不高 高吗 你就告诉我 皮肤白了 老白白是小妹子 所以现在 原油价格降不下来 是有原因的 对 是 是吧 有事儿 小萨 咱们下场比赛打谁啊 南希啊 咱们都是第一次打省赛 就对对手也不是特别了解 你了解南希吗 我是说 毕业都这么多年了 现在的南希我不了解 但要说五六年前的吧 也不太了解了 好 好了 好了 那大家再继续讨论面题吧 好 好了 好了 那大家再继续讨论面题吧 好 没事儿 就算是约会 那也是为了小蔡老师 这有什么事儿呢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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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啊 我以前有一朋友的女朋友 那是建南希剧学院的 她未来男朋友的红颜知己呢 正是学校辩论队的 我俩就以一个海贼王漫画 作为定情信物 不不不 街头暗号 在一个巷子里的洋械作馆 借下头了 她一见到我 那哈喇喇都流出来了 重点 说重点 重点就是 那姑娘叫点点 和小萨大姐同学 她手机里 还有两个人的合影呢 然后呢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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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那历史故事啥的 人队员也不知道 和你们一样 那你去了办 那天 你研究什么去了 你如果想知道 那红颜知己的消息呢 我待会连他们小区 有多少只流浪猫 都一清二楚 接受现实更需要勇气 主体逻辑是 逻辑主体就是 现实会更惨 为什么 不惨你需要什么勇气啊 要是咱们都升回 在迪士尼一个童话故事里边 我也什么东西 所以咱们现在同意 这个变题的隐性前提 就是面对不愉快的现实 我们到底是接受它 还是改变它对吧 对 我们的其方式 接受现实更需要勇气 确实如果面对一个 令人不怎么愉快的决定 但是我们却要接受它 是挺需要勇气的 没错 我们在面临不随人意的 现实的时候 第一反应就是要改变它 要克服这种冲动 还要尝试去接受它 确实挺难的 要我说啊 我也觉得尝试改变 比较容易一点 就像我当初犯错 到处乱借钱 我第一反应就是 想怎么把这件事 给糊弄过去 因为现实太可怕了 大家都同意 我们这次算是优势犯了吗 我不觉得 现实它很残酷 想要改变它很难 人呢 在面对更难的问题的时候 才更需要勇气 我觉得不是 接受一个难受的现实 显然更困难 要是现实没有达到你的预期 那我们就去干翻它 等你被现实蹂躏了一百次 你就会觉得 接受得比较简单 你们先聊 我去擦个车 你居然抛下了我 抛下了我们的被子的队 抛下了我们三年以来的梦想 不是说好了 要做彼此一辈子的队友吗 点点 请您原谅我 我要回到我的故乡 像一只鸵鸟一样 忘掉了这一切 不 我不要忘记 让我带着我们的梦想 留下来 我要带着我们的校队 打尽胜赛 不 为了我不知道 我要的 我一直在这儿等着你 多年后 多年后 天天 你真的在等着我 我热死了 我热死你了 我热死你了 一会儿小萨来了 我们两个就打算这么表演给她看 希望能够起立她 我觉得你们真的演得很好 但我就说惹灯心 小萨看了之后 会不会觉得是在讽刺她呀 怎么可能 我们两个都真成了是不是 特别走心 你们说 小萨当年就这么走了 算不算渣男啊 怎么可能啊 不算 他们两个当时 对彼此都有好感 更何况 人俩根本就不是男女朋友 别人未满最难搞 小萨当年肯定也是迫不得已 才回到这儿了 人俩可算异地呀这样 也是可怜的一对 等等 我们三对 逼的业也是异地啊 异地练啊 那毕业分手排行榜第一名 没关系 以后小萨去哪儿啊 我就去哪儿 反正像我这样的人才 不论放在哪里 餐天猴一样 餐天猴 我跟马南也约好了 以后我跟他一起 房贷一起还 你们都规划好了 可是我 我也要跟着我们家 小燕燕一起走 她去哪儿我去哪儿 马南你在这儿看什么呢 小萨 管你好变得 还有这批好啊 那学校的学妹你不看 看着中年男子 她在跟那个叫点点的姑娘约会 是她 是她 是她的 是她的 真的 真的 没错 就是为了你 你怎么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我会读淳语 怎么不早说啊 她 她俩跟说什么 这个嘛 其实就是这样的 就是文者伤心听者流泪 可歌可泣 可歌可泣啊 真的 快说 好好说说 我说说 这怎么能这样呢 那小萨想什么呢 点点姐肯定是在等她呢 我同意 我可是看过小萨工作条的人 以点点姐的长相和才华 当个辅导员太取材了 我也同意 点点姐一直想着 帮小萨完成梦想 见识到最后 变成自己的梦想 我们是旁观者亲 就是不知道点点知不知道 小萨的新衣啊 也越不清早 走了 我们昨天晚上经历了些什么 小萨 你来了 小红 你要干什么呀 面题 实在是想不出来了 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们这件鬼票了 那好吧 跟我说说 准备得怎么样了 想了一晚上 什么都没有想出来 你今天怎么这么积极啊 你跟点天姐有进展啊 没有 秦少 不 我以后再也不会 让她这么伤心了 我是说 我们这么日夜不休的 准备比赛 而你 却在他那儿 是你异乡情愿呢 还是点点姐对你 也就行复燃呢 那当然 应该是后者吧 点点姐说的 我猜的 看火锅 再见 拍脑门就算是好了 那小鱼打第一天认识我的时候 就已经爱死我了 小子 单纯是好事 你这三十多岁了 又单身又单纯 真挺多人的 那你们说怎么办呢 看你自己啊 你想怎么办 你是想重新追回她 还是等比赛结束 她一个人拿着行李 踏上寂寞的火车 前往寒冬的上海 然后此生不复相见 那我得选前者吧 这就对了吧 放心吧 我们帮你 点点姐有男朋友吗 应该没有吧 这你都不知道 手机拿来我帮你看一下 辩论赛 图书馆 漫画店 好像还真的没有啊 没男朋友 你怎么知道 我问了他们对队友 那赶快去约点谈姐呀 曹豪姐 您现在怎么这么大卦呀 按照你的性格 你不是应该说 好了好了 人家自己感情的事情 自己解决了 我们就不要拆手了 反正都管那么多闲事了 不拆手没见 一起吃晚饭吧 不是 你们怎么都跟 要生娃一样 紧张什么呀 可是我今天晚上 要教学生哎 要不然我们点外卦 在酒店吃 在酒店吃 我的天啊 我发现你说话 怎么大喘气 练费过量啊 哎 就是不知道她这个 口味变了没有啊 放心吧 我们有万能的水哥 尿药都在这儿 尽尽享用 再见 小三 你没给面前死 小三 好 平静了 平静了 我平静了 你看啊 对方有一个 特别重要的论点 有一部分现实 就是明知到 不可能实现的那种 面对这部分现实 仍然需要改变它 就有一种 明知不可为 而要为之的绝望和悲壮 你说 这事就是比接受她 更需要用心啊 像当年呢 我决定离开点点的时候 是我最纠结的时候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可现实就是那样 我真的很无理 你真的要走 学长 现在已经进手在了 这不是你的梦想吗 如果真的要走的话 一起打完比赛 可以吗 点点 我还想留下来 可是 工作那边 已经通知我入职了 毕竟我们 还是要面对生活的嘛 为什么 对不起 点点 我本该 和她一起面对的 所以你怎么结定现实呢 怎么给现实定义呢 客观存在的现实 不可改变的现状 人哪 很难 真正看到完整的现实 多数时候 只是我们以为的现实罢了 说到底 就是我们自己太弱小了 讨论一点 讨论一点 小子 既然论点这么好 我们就是这个论点 讨论一下遍体吧 对 对 对 不用管我 我是个成年人了 我能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去吧 准备 想当年呐 我跟点点 也是这样度过了无数个通宵 想当年 我们也是这样相互扶持 想当年 我们也是这样相互扶持 我们在讨论变题呢 拍个照 拍个照 想当年呐 我们也是这样的自拍 想当年 那个我这种事推黑锁 要让你吃了回家睡觉吧 你吃那玩干吗 你睡眠不好吗 我截片写不出来 我来吧 我来吧 你不能因为是点点点就放水啊 想当年 我也是南希的最佳变手 黄金四变 看来南希一直没有剩下 是有原因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才大电视台 我是代班主持人单单 近日我交由两支辩论队 打进省在四强 今天由我单单为各位带来 现场报道 我们先来看看一队 来 一队 我们一队都太熟悉不过 就不浪费时间 来看看二三五队 来 二三五队 我们是个G 从客观上来讲 南北说的是对的 对手都很强 只能收我们尽力吧 不尽力我们也是最强的 听说一队的队长 刘燕子已经棉花有主了 所以 谁也不要给我打个主意啊 好好好 来来来 好 今天紧不紧张 说实话肯定是会有点紧张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队友 都已经做好了 完成的准备 让我看好你哦 来 小鱼 我 我们 加油 下一场比赛 你们有信心拿下吗 ���mmm 尽全力吧 看来赢了啊 猜得猜得到 赢了 决赛等你 我可算找个点 对刘艳特的感觉 什么感觉 想抽她 兽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的队员做得好端正 你们的队员倒是很活跃 那个 我平时都是采取放养的 这样能够调动他们积极性吗 你是不是管太严了 总要让他们自己能够 那时候你倒是管得不严 结果嘞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次比赛的 半决赛现场 我是今天比赛的主席李毅杰 今天两支会是半决赛的队伍 将共同探讨接受现实 还是改变现实 更需要勇气这个话题 所以我方的观点是 接受现实比改变现实 更需要勇气 谢谢 谢谢 议论不错 扎实 清晰 就是结构太陈旧了 现在都不流行散荡式了 习惯了 这么怀求啊 忘不了 那个定义不错 应该会趁我们没有反应过来 放在第一轮质询吧 嗯 谁想的 算是你帮我想的吧 对方表的例论中指出 有时候现实是不可以改变的 因此改变现实 就消灭了绝望的勇气 对吗 一遍 对 没错 请举个例子 这种现实是不可改变的 三遍 玩这么野 他呀 比较懵 比如万有引力定律 就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不对吧 只在经典物理中 万有引力才存在 因为万有引力 是牛顿对现实的一种描述 而非现实本身 请问四遍 什么是现实 现实就是一种 客观存在的事实或者事物 如果牛顿的描述 本身是客观存在的 为什么不能称之为现实呢 我想是可以的 如果现实不可能被改变 那改变现实 需要的到底是想象力 还是勇气呢 一遍 知习不可为而为之 难道不需要勇气吗 反方违规 不得反问 小鱼跟阴南不学好 不长记性 你还说人家 我记得当时你一着急 就敲他翻问老实翻规 所以说就是他们 老实不学好 你们这个二变不错啊 很冷静 他呀 他以前可不是这样 也是个惯犯 跟你一样 不过你们这一轮质询 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啊 打个平手也不错呀 是吗 我怎么觉得 是丢掉了先发之人的 好机会呢 对方便友你们好 对方便友你们好 按照宁方的意思 接受现实就是改变自己 对吗 四遍 是的 那宁方判断谁更需要的 标准是什么呢 一遍 哪个更困难 哪个就更需要勇气 为什么改变自己 要比改变世界更加困难呢 难道宁方的标准 是建立在维新主义的基础上吗 三遍 当然不是 丁方定义改变现实是客观 而接受现实是主观 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那请问什么叫接受现实 就是对现实 不做任何改变的一个状态 做决定当然是一个心理过程 为什么心理过程 不是主观的呢 一遍 对 做决定是一个主观的心理过程 可是改变现实 不也需要做出决定吗 这不同样也是一个 主观的心理过程吗 所以我们今天要比较的 就是这两者之间 谁更需要勇气 改变现实是一个主观过程 对方便有想告诉我 万丈高楼平地起 截断乌山云与高霞出平湖 这都是靠主观想象 完成的吗 一遍 不是 宁芳的观点是 越困难越需要勇气 那么再次请问 为什么改变世界 要比改变自己的内心 更加困难呢 到底是改变万有引力定律 还是个人挑战 整个社会的不公 哪一个比做心理建设 更简单呢 我搞砸了 这判断跟定义全都给丢掉了 对方用观众的第一反应 来攻击论点 强行将接受现实与改变现实 和主客观性质联系在一起 一下子就让我们的论点 显得非常地可笑 你觉得我们的进攻有问题 你们这层类比本身就很有问题 你们把改变现实 和改造世界的行动 等同起来 其实呢 却忽略了需要勇气的 一定是心理活动 而非行动本身 没错 可是现在场面上 你们已经压倒性优势了 这层意思 要怎么有效地表达出来呢 如果是我 你会选择进攻 没错 下面有请正方三遍进行质询 您方定义接受现实是不拒绝 而不拒绝是一个被动行为 请问被动行为 需要什么勇气呢 三遍 所以改变现实更需要勇气啊 那您方认为是 接受现实是完全不需要勇气的是吗 一遍 今天讨论的不是 您方需不需要勇气 而是将接受现实与改变现实 是两者进行比较 您方接受现实固然需要勇气 但不如我方改变现实更需要 那什么时候 不拒绝也需要勇气呢 四遍 南北啊 什么练习接着持放 对手问了那么多问题啊 我知道 应该有大招 这叫苏格拉底辩论法 不断地针对对方的观点 发展成延续性的提论 直到出现博物 为什么问自己的持放呢 可是论点是对方的呀 比如我一个不喜欢的相亲对象 那是碍于面子 我还是要跟他去吃饭 我没有办法拒绝 这个时候是不是一种勇气 这份勇气 到底是用在不拒绝上 还是用在下定决心的 这个心理过程中呢 三遍 后准 这个心理过程 本身就是一个主动行为 而勇气 只作用于主动行为上 而您方对于接受现实 定义为是被动行为 这和我们今天聊的 难道不是背道而驰的吗 四遍 问题是心理的过程 可以指导我们现实的行为 这不是一件事情吗 如果是一回事的话 那刚刚您方二遍所做的 主课分析和区分 难道不就没有意义的吗 不论是接受现实 还是改变现实 都是心理过程 来指导实际行动吧 漂亮 好 拉回来一点 还不错 对方妙 你们好 当你们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面图未知和已知 是不是未知更困难一点呢 四遍 如果我的面前有两个按钮 第一个按下去我会死 第二个按下去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 已知比未知更恐惧 那请问社会上 随波逐流的人比较多 还是勇于乘风破浪的人比较多 二遍 随波逐流吧 那敢于改变现实的人比较多 还是敢于接受现实的人比较多 一遍 这就不一定了 今天社会发展良好 我们绝大部分人 都会选择接受现实 可是八十年前 抗日战争的时候 难道不是全民族奋起反抗 改变被日本侵略者 蹂躏践踩的现实吗 很好 所以那段历史 是不是极大彰显了 中华民族为勇气呢 为什么抗战需要勇气呢 是不是改变更需要勇气呢 敢于对抗侵略者 当然需要勇气 可是敢于直面自己 面对真正的现实 这份勇气就更加可贵 这就是为什么 在面对日扣之时 急于改变现实的速胜论 和无法接受现实的必败论 都纷纷破产的原因 只有当我们认清现实 才能找到真正的胜利之道 论十九战 打平了 我们的理论逻辑还没修补呢 这样下去还是你们赢 不过你们这支队伍真的很不错 我运气好 看你的样子 感觉又像回到了从前呢 其实我决定 专讯看比赛 好 申请暂停 现在我们反方队伍 申请战术暂停 时间为一分钟 好 利用 期间两支队伍及教练 可上台与辩手进行交流 计时马上开始 对 接下来就是要保住咱们的 微弱优势 但他们反攻的节奏 已经起来了 所以我叫暂停 来打乱这些节奏 打得漂亮 但是对方仍有少量的优势 我估计着 总分上要比咱们领先 个两三分 但是不要怕 咱们一定打得会来 点点 对方教练叫暂停 是为了打乱我们的节奏 不要慌 下面最重要的 是修补理论 下一个环节是小杰 好 那你来 好 在您结束之后 他们应该会让四边来做小杰 目的是修补理论 无论从哪个角度前 我们都按照原计划做拆解 明白吗 明白 好 知道了 小杰 绕开刚才的进攻点 从改变现实不具有 绝对可行性 来拆解对方立场 怎么样 对 因为现实有很多不可行 单纯地等同于困难程度 就没有意义了 这虽然不伤害我们的理论 但胜算太小 不行 我觉得 我们得直面置群众的问题 从改变现实更需要勇气走 可是这个点 刚才已经被打掉了 可以打回来 只有打回来才能赢 有把握吗 请两队教练回到观众席 比赛继续 相信我 我 我相信你 加油 把这边小杂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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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走 走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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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错说不及 好 那么比赛环节继续 下面有请正方任意变手 做质询小结 谢谢主席 大家好 今天这场比赛 我们当中必然有一方 将止步于此 含恨离场 但当我们需要 面对困难的时候 应该如何选择 面对他还是逃避他 逃避现实真的很容易 我可以当到会场 我可以说这场比赛有黑幕 我可以从此不再参加辩论 我也可以说我没有失败 但是如果面对他呢 我必须承认自己既不如人 我要感谢对方 即使自己有不甘和遗憾 也要微笑着去面对 但是对于每个变手而说 每场比赛都输得幸福口福吗 对于辩论赛的评判来说 有一个绝对客观的标准吗 没有 但当我们每次输掉 我们认为不该输的比赛时 当我们不能在代表 自己学校参赛时 当我们为了自己的热爱 必须去参加一些 不算比赛的比赛时 我们应该如何选择 面对他还是逃避他 对方便有说 改变现实是对抗 这个世界的规则 这很难 改变现实面对的是 一切未知 这很难 改变现实还有一种 巨大的风险叫 我可能失去更多 这很难 但对方便有 有一样东西 改变起来 比这些所有加起来 都要难 都要艰巨得多 那就是我们自己 当我们接受的是现实 那意味着要改变自己 当我们坦然接受 要战斗的事实 那意味着要改变 懦弱的自己 当我们要接受 失去亲人的现实 那意味着要改变 这个习惯于依赖的自己 如果要接受 曾经因为他的懦弱 和犹豫 失去了一生的真爱 因为之前的迷茫和胆小 做了很多糊涂事 也说了很多 糊涂话的自己的时候 我们必须 把自己改变成敢于追求 并且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这不困难吗 这太困难了 我方认为 接受事实 比改变事实 更需要勇气 因为这是一个 坦然的过程 这是一个 自我塑造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 我们虽身处泥障 但心向心光 谢谢 现在比赛结果 已经在我手上 本次比赛的 获胜方式 tidak 两人 二三五变队 恭喜二三五 冲入决赛 是 惊爱 二三五 多在远方 远在心上 放肠 只要不 在两日后举行 挺进决赛的两支队伍 分别是我校校辩论队 和我校袁二队 现在的二三五辩论队 我校校队在队长刘彦泽的带领下 以总积分第一的成绩 最先闯入决赛 值得一提的是 四名选手在去年联赛中 以同样的配置 获得了亚军的优异成绩 而二三五队 作为最后一支 获得联赛名额的社会队 最初并不被看好 但作为本次赛事中最大的黑马 最终以全胜记录杀入决赛 让我们尽请期待这场巅峰对决 讨好队长 这次比赛你们报了个大冷门 赛前有想到吗 我们一开始也没有想那么多 只想着把每一场比赛都打好 那个根本就不用想 都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情 决赛的对手还是一队 之前有过两次败北的记录 这次有信心吗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我们当然有信心了 特别有信心 我跟你说 一队在学校里爬窝的时候 我们在外边早磨练很多久了 马南同学 作为二三五队的三井兽 再次回归赛场有什么感触呢 我觉得讨好之前 带这些问题儿童还是挺辛苦的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我是我们二三五队的中流砥柱 我叫南北 是那个刘川峰的外貌 然后那个 那个 那谁的 别别 实力 我我我就是南北 谢谢大家 请大家记住我 谢谢 那你们认为 这次比赛胜负的关键在哪儿 可能是一队的刘燕泽吧 不是 我是我 是我 怎么样 准备要淘汰在我的生意室的眼里 你说我要是因为你太丢辩论医的人 跟你分手 不算是无理取闹吧 我发现这几天 你们哪 都没有我之前的动手 就连团的这种脑子不装事的人 都开始抑郁了 我怎么就脑子不装事的 我那是紧张 我也挺紧张的 我都已经两天 没有怎么睡好觉了 你不紧张的 我只有大愁僵暴的心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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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南你看 我没什么感觉 但是如果小孩紧张的话 我可以提前培养一下 我就纳闷了 你们都紧张个什么劲啊 咱们离冠军 只有一步之遥了 怎么说呢 就是你有一个目标 当它还很远的时候 你像打的鸡血一样 特别有机会地往前冲 但这个目标 突然出手可及了 你就换到坏尸了 生怕一个不小心 这些努力就斗白费了 对 我虽然总结不了 那就是这种感觉 我怎么就是感觉不到呢 对不起 你时间太大条了吧 那些是好事 好了好了 马上就要参加比赛了 有压力是很正常的 我们要把压力化成动力 开始准备比赛吧 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校园广播 我是你们的校草 闪丹 众所周知 我校实力最强的二三五队 不费吹灰之力 打进了省赛决赛 虽然这一次的对手呢 是曾经西败的对手校医队 不过这一年以来 以南北为首的二三五队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奋发图翔 砥砺前进 一定能打出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在这里呢 南北同学 给刘彦泽同学的流言式 是时候展现我们真正的技术 而沐小玉同学 给殷南同学的流言式 我们定将以十倍奉还 好了 最后让我们一首歌曲 送给二三五队 维牙的决赛 队长 这是不是有点过了 队长 你女朋友你也不管了 好好备战 别为这批车加油 你给了多少钱 废福之远 南北 你这样怎么打败这件罪啊 别管你别管他 跟宝斯有问题 我们继续聊聊 你自己的存在 不用才是真正的 因为不用才是真正的 因为不用才是真正的 我还是想陪我的 船上会我我一起做的 你怎么办 对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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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得 我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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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场比赛的获胜方位 返方 恭喜他们 本次比赛的获胜方是 东州财经大学代表队 好 还好 心态稳的一批 总觉得一有闪失 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盘一下 下次比赛上场的人数吧 当然是我们最强配备 你们四个啦 团子 虽然买完进队之后 你上场的次数少了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 质疑过你的能力啊 对啊 你也是消费主力嘛 如果你想上场跟我们说 提出来也没关系的 我觉得团子 打住 知道你又要对我 人生攻击了 我觉得团子可以移展 那谁消费 我 我 你不会是想要我们上演一出 酷酷哀求你的喜马吧 当然没有了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 考虑这个问题 第一呢 老教练不在 小萨 小萨 也沉定在恋爱中无法自拔 我呢 还可以在场外 给大家一些援助 第二呢 我最近确实身体有点不舒服 哪儿不是啊 我最近总是吐 然后头晕目眩呢 腹部还有积水 对 反正我最近人都消瘦了 但是肚子得大 你没事吧 能不能撑不住 我不知道 我反而就特别难受 要不咱去医院吧 不用啊 我去过了 你听说 我得打一段时间的针 一段时间 看来很严重了 对 你那个针 是不是叫四一一啊 对对对 对对 就是他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好难受 你得的这个是猫传妇 不传人的 什么时候还开玩笑 找死呢 他头疼你头疼 不行了 腰疼 拉脉疼 肚子疼哪儿都疼 好好好 广大家长请注意啦 猫船腹已不再是绝症 如出现持续低烧 食欲不振 白球比低于零点六的宝宝们 紧及时治疗 还是可以救活的哟 南北是不是真的不说话 你要不要去看看 她呀 肯定是最近小鱼的心思 都在比赛上忽略了她 所以就矫情找存在感呗 估计是昨天被咱们给怼狠了 今天想要重视一下这个意见 慢点 小浩姐 你发财了 我们没有点这么多呀 送给你们的 怎么 这么久了终于混脸熟了 今天怎么说这么早呀 我还想看你小杨唱歌呢 这么帅 铁娅 你们去哪儿 我们快要毕业了 而且正让老板说要装修 我们就先撤了 那你们转站去哪儿 跟我们说一声回头 跟我们比赛玩玩去看一看 我们解散了 解 解散了 乐队成立快四年了 也没做出什么成绩 就是辛苦了水哥 怪对不起他的 挺好的 这样我也信通多了 以后不用刷完洗盘子 跑出送回地了 一直以来都是水哥打工 支撑着乐队的开销 不然也不可能撑四年 所以啊 这对我们来说 也算是一种解脱了 就是这些东西 也不知道玩哪儿放 要不放我们训练的阁牢 反正平时我们都训练 平时也不去 太好了 来 送你们的 酒水免单 那我也 免费喝 太好了 水哥 我 行了 都在我的心里面 不是 我是说能不能再给我一张 我给我男朋友 来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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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那会训练又没来 我一会儿逮着他 就把他对折扔护身盒 里面喂鸭子 你这招不仅狂眼还没用 他反而更不会说了 我干吗 我把他 我往身边 我监视他 你俩能不能别那么刺激 这个时候 就应该拿出女孩子的武器 什么武器 刀 枪 还是什么 不是那个武器 是温柔 我 不会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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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